Lesson's 200m to go Elliott Kipchoge Let's keep an eye on the clock Into the final 20 seconds Elliott Kipchoge He's got his shoulder Hey大家好,我是Benji 歡迎來到MANK的頻道 很開心 原價給我買到 買了一對Alpha 5 6% 現在外面香港 大約$2700-$2800 有些還開到$3000 美國現在賣大約$385 我昨晚買的 在嘉年威爾 在美麗華 斜對面 還有買的 這隊出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還有貨 不多 我問過他 有9號、10號、9號半 小尺寸 旺角 The Forest 旁邊那間 還有些貨 女裝尺寸 如果想買的話 快點去買 都沒什麼 好了 和大家看看 這也要買的 這支牌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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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是Alpafire 6% 這對是第二隻 第一隻是綠克那對 真的很漂亮 這對是Watermelon 黑蜜瓜 很多人說這對是奧林匹版 開來看看 再說一遍 這張單人的 它吸了一個印 就有Low Refund Low Exchange 可能貨真的不多 所以就不讓人換 但就算買錯尺寸也不怕 現在這個價錢 你放出去也有幾百元 裡面就有個鞋袋 也挺漂亮的 可以當鞋袋或背囊人仔 對 對 對鞋 對鞋真的很輕 剛才我付錢 就在Cashire那裡 我都以為賣員忘了放對鞋 真是好 對 你看看 我這次買的是9號 我平時Jordon 1 就穿9號半 Easy 30 就是10號 我這次買小半個馬 幸好 我尖沙咀的店 完全沒有人 很安靜 那我售賣員便有空 剛好就有馬 它有9號和9號半 那我就試一開始試到9號半 試了之後 我發覺這雙鞋很長 我的腳趾會突出來了 接著就試了9號 這樣就會窄一點點 但看不到腳趾位 那些銀行說穿著穿著會鬆一點 那總之都是 試一下吧 那 我就試了一對9號半 不 試了一對9號半 再試一對9號半 再試一對9號半 那我才決定買到9號 那 一穿上腳那一刻 很有趣 好像開拓了另一個領域 一穿上去 那個人 會馬上打浪坦的 我不知道 可能我的人重 重心在後面 或者我平時穿鞋 就 用多些腳踩站在那裡 我一站在那裡 一停站 人真的會向後 我剛才一穿上去 都第一次就濕了平衡 接著 要繼續走路 一停下 就好像少打後退 還有一個商事說 如果我穿9號半的話 我的腳趾位 就是向 短一點 原型的骨 就會在 ZOOM AIR的後面 就沒有避震的功能 如果我買9號的話 就剛剛好 腳趾就在前面 我的骨 就剛剛在ZOOM AIR Bag的位置 避震會好一點 這雙鞋真的很彈 我剛才真的很厲害 在店裡試試跑一下 也挺舒服的 剛剛好到巨型 但這雙鞋很高 小心濕平衡 都是 試一下 我爸爸很喜歡跑步 他說自己 每天跑10公里 如果我覺得穿得好的 而有他馬 我就應該會買對送給他 這雙鞋 總之都是 不能退貨 所以買之前 一定要試清楚 試一下吧 之後幾天會試一下 我再拍多個影片 看看這雙鞋 看看適不適合我 今天就這麼多 下次再聊 拜拜